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云南基隆市政昌龙 现场是基隆市南融公墓生命点藏馆 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 除了市长谢国良亲自担任主机关参与动土之外 许多议员也到场参加 显示这个生命点藏馆的议题 受到许多基层民众的关注 我想这一次这个能够标出去 然后未来能够顺利的要来完工 而且品质要合乎民众的这个满意 我们未来的建造工资非常的重要 再次跟你表示感谢跟肯托 能够在未来的工作都能够顺利圆满 来在原地做重建 在经过了相关的一致动作 把来纳古塔里面的骨灰坛 骨灰罐以及林卫移到战志区之后 谢谢我们所有民众 以及纳古塔原有的这些仙人的家人的体量 我们总算在今天9月25号来做动工的动作 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如值的来完成 能够在未来完成之后 优先把战志区的仙人能够移回来我们的生命典藏馆 再接受基隆市市民的购买来参与我们生命典藏馆里面相关的设施 这个工程希望能够圆满顺利 典礼现场除了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云祥 还有代表议长的江志强秘书 副议长杨秀玉 市议员何淑平 陈君佐 吕美玲 张之豪 施伟正 跟陈冠宇 等辅会贵宾 都共同参与这个开工动土典礼 对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据我所了解 就是这个生命典藏馆在林又昌时代 就开始规划了 那也经历过革命11次 因为这是开玩笑的 就是第11次的都省才通过 在水保的整个规划 那今天非常的就是还是祝福我们 就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这个案子 终于今天开始动土了 我们都知道说动土如受孕 就是一个新生命的一个开始 那未来我想这个是我们基隆市民的新的一个 就是福祉嘛 那也希望说这一个七成能够顺利圆满 我在想我们传统中国人 对于这个纳古卡的存放 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 而且他们会认为这是 关系着一个家族的兴衰 因此纳古卡存立以后 我希望能够针对基隆市民为主 而且在这个款项方面的话 也能够以比较优惠或福利的方式 来给我们基隆市民所使用 尤其对于中低收入或低收入户的话 应该更给予更优惠或甚至免费 这个我希望呢 市政府能够针对这一点来作为考量 因为我们等待这个生命典藏馆 其实也是等待好长一段时间了 那我相信今天终于开工了 我们也是引颈期盼之后终于发生了 那我相信我们市民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完成 因为很多市民其实之前为了要动土之前 就其实很多的这个祖先啊 很多都已经先签出来 那在外面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成本负担嘛 那当然其实自己的亲属 自亲哦 就是流善在外放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也是大家心里也不会安啊 所以希望说 这边可以尽速的完工 那就可以尽速的把自己的自亲好友再签回来 那我觉得这个还给大家一个安心 让我们大家能够继续的来到这里 慎重追远这是很重要的 很开心哦 今天我们的基隆生命典藏馆 终于在今天动土 那我想这是全体基隆市民 引颈期盼的一项工程 因为这里有许多 我们基隆市民的这个祖先 以及他们的仙人 目前呢都安宁放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年久失修 需要尽快找到建商来处理 那终于在现在能够顺利的进到 动土典礼这个进程 我想对于基隆市民来说 应该是会很期待后续工程的发展 也祝福基隆市政府 在这个生命典藏馆这里呢 能够顺利圆满完工 然后提供更多基隆市民 一个好的追思的场所 很认真的是 你可以看到南融公墓里厅的使用的次数 其实是真的越来越多 真的也有不少的民众 不管是在反映里厅的 里厅的是有些设备要更新 要改建 甚至数量的问题等等 包含小灵堂数量等等 那其实那终究会涉及到是 在市府捉襟建轴的土地底下 怎么更有效的利用 所以这个生命典藏馆新建工程 它不只是未来让 要让先人可以更加的 就是安住在这边 也希望它可以同时 回应家属长期的期待 资讯公开透明 进度公开透明 但也更期待透过这次的青藏 让整个城市发展更有转机 生命典藏馆工程 预定在116年完工启用 参与的贵宾 共同祝福这个工程顺利圆满 也期许这个生命典藏馆 能够更加便利扫墓民众 慎重追远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